好,我們現在開始進入3-1 我現在先用一個概念讓你知道說我3-1要學什麼 第一個,我在學畫簡 什麼叫做畫簡 以後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叫做3x 對,叫做3乘上x 可是3乘x對我們來說太複雜了 因為乘跟x太像了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寫成什麼? 3x 3x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,如果有個題目叫做4x加6-3x-5 那我一樣要把它畫簡 對 那我要怎麼畫簡 所以第一個就叫做4x-3x 得到幾個x 1x 好,所以這個就叫x 兩個同類相減 那這兩個叫做6要減什麼? 5 6-5當然就叫加1 6-5剩1嘛 好,我現在在做的都叫做畫簡 那第三個題目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叫做負的3分之2乘上4x 那請問你答案會多少? 對我們來說 負3分之2乘4其實是還蠻簡單的嘛 對啊 所以負3分之2你就把它乘上4 其實你腦袋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它是負3分之2乘上4倍 對,也在乘上x的意思 所以負3分之2乘4叫做負的 3分之2 3分之8 哦,3分之8 對對對 對吧,因為42的8嘛 對 再乘上x 所以是不是變這樣 嗯 所以這個就是畫簡 再來 當然也有除法的 我們把它弄掉一下 第四個 如果我今天說x除於5 國中很少會再出現除這個符號了 所以x除於5 我們以後就會把它直接變5分之 x 現在都在做畫簡了 現在都寫的是畫簡 第五個 如果今天x要除以負的4分之7 那它其實就叫做x乘上負的幾分之幾 7分之4 7分之4 好,記住我要畫簡 所以變成負的7分之4倍的x 好,所以在交這個單元之前 你要先知道說 我現在在做的叫做畫簡 你要先會畫簡 再變 如果今天叫做2x 除以3分之7 再加上4個x 好,我們再畫簡它一下 這個答案 就叫做2x乘上幾分之幾 7分之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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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上4倍的x 好,來,這裡 7,2,3得6 所以它叫做7分之6倍的x 加上幾個x 4x 4x 所以我的答案就可以變成幾個 4又7分之6x 好,叫做4又7分之6倍的x OK 好,再來 當你這個都聽懂了 那我現在開始寫一個東西 如果今天2x加3 老師給你這個式子 然後我又說且 x今天等於5 那請問你 上面那一體的值 它的值是多少 它的值是多少 我知道是13 多少 13 它13是怎麼算的 其實就是2乘以幾倍 5 5倍 再加3 所以等於13 沒錯嘛 第二個 再一遍齁 如果今天是-4x加5分之1 複雜一點 然後我又說且 x叫做3分之1 那我們的值是多少 算法怎麼算 等於說負的 負是乘上 3分之1 3分之1 再加上 5分之1 好,所以等於負的 3分之4 去加上 5分之1 好,這個跟以前很像 這個把它變成負的 15分之2 20 加 15分之3 15分之3 所以合起來是-20加3 -15分之17 負的15分之多少 17 17 OK 好,這個都OK 那我們往後面跳 我給的第一個題目 我們先寫那個 應用問題 等我一下 第一題在這裡 第一題不要那麼複雜 林俊原來有200塊 如果我每個禮拜再存幾元? 50塊 那請問你 過了A個禮拜之後 它現在總共有多少錢? 200加50A 200加上什麼? 50A 好,照理說叫做50乘以A 可是這個乘有點多餘了 所以它就寫成200加50A A 好,這個是第一個題目 再來 現在底下吧 再來這一題 x等於負4的時候 這個的值是多少 那我們就把負3乘以 反正x變多少了? 負4 負4 所以負3乘負4 等一下要加上? 5 所以答案叫做? 負12加5 負12嗎? 呃,正12 正12加上? 5 所以答案叫做? 17 17 OK,好 再來這一題 計算1又2分之1乘5分之5y 其實我只是在做化解 那怎麼做呢? 這一題就叫2分之幾? 3 2分之3 乘上3分之5倍的y 好,該約就約 3跟3 所以10剩誰? 2分之5 所以答案叫做2分之5倍的y 好 所以你的答案要寫2分之5y 那你說老師可不可以寫y2分之5? 呃,沒辦法 不能寫這樣 如果你硬要把它寫後面 如果硬要把2分之5寫後面 那除非你寫成y乘上2分之5 可是這種東西看起來就不俐落 所以這個我們很少會這樣子做的 好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到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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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